他在記者會前就說 他不會談 這個金華城北四科 還有那個商辦的事情 可是不可能 記者一定會問 那我們就來分幾個部分 看他有沒有談清楚 比如說他講政治獻金的部分 他還是一再道歉 說我們的假賬高達2000萬 可是我還是沒有看到蜘蛛憑证 發票在哪裡 對不起來 你沒有發票 不是對不起來 你沒有發票 你這些錢跑去哪裡了 就沒有辦法交代 所以人家假賬是一部分 是會計師的責任 金流是人家現在關心的部分 這個部分他並沒有 把那個發票弄出來 所以假賬還是假賬 支出不明還是支出不明 第二個就是 他不得不對木可公司的 一些錢的流向做說明 可是這個聽起來就比較像是 被人家爆料之後 然後必須在法律上找到一個說法 因為木可的錢 流向他私人的帳戶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比那個做假賬還要嚴重 所以你就要有一種說法 結果他的說法變成是 他的肖像的授權 我們剛剛在上一個小時已經談過了 我們在台灣沒有看過一個總統候選人 有所謂肖像授權的收入 他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會不會能夠說服檢調 我就去看吧 檢方一定會問你的 而且真的只有四百多萬嗎 木可匯到你帳戶的錢 搞不好不只這一筆 事實上我看到另外一個報導是寫七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他 每一筆都要去解釋 然後都是肖像授權嗎 所以我說如果不是肖像授權 為什麼要匯到你的私人帳戶 這個部分他要做解釋 我認為他也沒有說清楚 至於組織領導的交代 我認為他根本沒有說什麼 請問你請假 然後呢 你有沒有指示 民眾黨的中央如何改組 選出一個代理主席 你至少要說啊 比如說這個中央委員會 什麼時候就立即打開會議 然後選出代理主席 然後維持運作 你這個總要講吧 他都沒有講 那如果在這未來的三個月 你被約談 那三個月到之後你還要回來嗎 就是你的司法問題 如果還在灰色不明狀態 那你還要回來嗎 他通通都沒有講 所以對於組織接下來要怎麼運作 我坦白講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又講了一句 說我很抱歉 所以要交由中評會來查我的狀況 請問誰敢查 中評會主委李偉華 你敢查柯文哲 這誰會相信啊 我講白了就是 你就要不要把這個東西的情緒 講出來嘛 說我願意接受中評會約談 我什麼都願意講 你要講一些話 不然你現在就交出來說 我就走了 我請假三個月 那接下來組織如何運作 我沒有看到交代啊 那民眾黨的中評會敢查柯文哲嗎 民眾黨未來的中央委員會 真的能夠有實質的權利嗎 這個都是問題啊 那未來民眾黨捷餘的經費 真的就是由未來的黨中央自己決定嗎 要不要跟主席 不是主席啦 請假的主席報告 你是不是還是常敬人呢 隱武者呢 我跟你講這種權力的關係 都沒有說清楚 民眾黨就沒有辦法往前走啦 是 所以我們如果從這幾個角度來講 他這個記者會 幾乎是完全失敗的記者會 沒有支出憑證 對假賬沒有進一步說明 那目可的資金流向 今天只是被揭露400多萬第一筆 那未來如果還有呢 還有別的呢 然後接下來就是權力的交代啊 就組織領導要如何 過繼到新的中央委員會 然後如何讓中評會 敢於調查柯文哲嘛 有這種交代嗎 我也沒有看到 那我們想要請教聖方委員了 原因是因為其實呢 民眾黨為什麼大家現在 這麼在意這麼一件事情 除了柯文哲之外 最重要的是他是現在第三大黨啊 立法院裡面八席委員啊 所以他就想問啊 那第一你政治上面的事情 禁止書你有處理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 請假之後好像就沒有你的事情 那一個更嚴重 司法上面的事情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要問到他了 那真的每一件都沒事嗎 這其實大家也是在意的 因為他請假這三個月 可能發生很多事 我希望柯文哲沒事 我希望 但是我的希望不能改變 已經發生的 存在了客觀的事實 OK 那這一次的記者會 其實政治人物應該寫一半 另外一半不要寫 這一半叫做被問到寶 這一點他倒是做到了 但是被問到寶卻打不好 所以後面這一段不能寫 因為該有的事沒有交代 我知道今天上節目 一定要談到這個 害我很認真的聽他的記者會 真的浪費我的寶貴時間 他講什麼你聽得懂嗎 我真的聽不懂 我想假說以我們 有這樣的社會經事經驗 有這樣的從政經驗 也有這樣參與了很多 類似他講過的事情的經驗 我只有四個字叫回憶首詩 誰聽得懂 而且每講一段話 都是一個漏洞 就剛剛阿亮講的以外 我問一個是 木格是什麼成立的 木格不是外面的公司 是你自己成立的 Paper Company 也是他自己承認的 是吧 那你承認了 那你從前幾的費用裡面 撥一筆進到你的Paper Company 然後再回到你的身上 這是什麼 洗錢 人家最簡單的想法 就這麼簡單而已 沒有太複雜這樣 因為假如今天這一家 是一個正常營運的公司 而且都在這類似這方面的事 所以我花了多少錢 委託你 那其中你又有一個部分 用我的銷賬錢 雖然是過去都沒有的 打我手撞千里 要用我的錢給我一筆錢 那好時要拗還可以拗得過關 你知道嗎 問題是那一家公司是什麼公司 是你成立的公司 這個不是左手進去右手回來嗎 所以我說我聽不懂的道理 就要來這裡 還有就是說 我們這個賬做得不好 你知道在公司裡面 賬做得不好就是滾蛋 那賬做的問題就是持官司 難道不是都要講是 那個會計師有問題嗎 現在手撲的出來 已經不是會計師的問題 已經是你本身的問題 你的操守的問題 你的社會的觀感的問題 很抱歉 我認為這已經垮了 所以有人講說信者 不信 不信者很不信 問題是信者還剩下多少 信者很信沒有 信者還剩下多少 不要說什麼 就在辦公室裡面 這個要上電梯的時候 那個保安還滿年輕的 就過來問我的一件事情 你看柯文哲 我這家倒了 不過關 沒差你錢錢 這個只是一個人的心聲嗎 因為他們也看不懂 你所有的解釋沒有人看得懂 所有的錢到哪裡去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講這個事情 大概已經結束了 不要再扯了 第二個 你請假要處理這件事 那很抱歉 這有點像當年的蔣公 然後先退了 然後再指揮所有的黨政經 然後要再來護士行事 什麼這樣子 當然把他拿來跟蔣公比 有點不好意思 沒有那麼偉大 不過話再講一句回來 當你是請假還要再回來 各位最後 請假 還要再回來 那你敢幹嘛 我問你 你所有要做決定的人 還有對在想這裡 還想分一杯 分一杯跟來吃的人有沒有 敢幹嘛 你說 所有你今天講的話 全部是留下紀錄 而且將來要整肅剛剛好 留著很好 到底你是對我先是效忠 或者曾經踩我一腳 不開我也好 不調查也好 調查以後 這鮮花 毒草全部都出來 影射出動 就是這樣子 這個難得像毛澤東講的那一句話 不是陰謀 這是陽謀 在我們看起來這是陽謀 因為沒有人敢 因為你還要回來 你三個月以後你要回來 是嗎 先不講後面的官司 是不是可以過關 我們先不管 這是一個現實的 政治潛力的運作就擺在這裡 不要把大家都當作笨蛋 第三個就是這一個什麼 這一個監華城的事情 監華城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各位 大概 紀錄大概都不會留下 有不利的紀錄了 但是政治是怎麼操作 我現在以主管 以一個市長當前者的身份 來談這件事 你看他會怎麼談 第一個 承辦的副市長或者官員 一定會來問 市長那現在要開這個會 你有什麼指示嗎 三個講法 第一個講法 尊重委員的決議 他們怎麼決定做怎麼做 這個時候官員就清楚的知道 那就是讓委員去處理 第二個講法 應該考慮一下 對市民有利 那對人家 生意人也有利 要有雙贏的想法 這個才是重點 你看看 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什麼需要 去解決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去處理一下 你是慣例 你聽到第二段話 你有什麼想法 需要好好來了解一下 那麼第三個 這個問題到底 有什麼地方不太順 你先了解了 他們之間委員也好 還有這個建商 到底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了解一下 溝通溝通 以上我講的這三段 哪一段有違反法律 但是作為顧市長 作為懲罰的官員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各位觀眾 你聽都懂我在講什麼了吧 所以不要扯這些 因為這個過程裡面 一定有問題 這個問題裡面 不是應曉威的問題而已 好 那幾個委員 說不定扯下去 會扯出什麼東西 我們不清楚